Hi! My name is Kai Ewan 今天又要來跟大家繼續分享一下當兵的生活日常 那今天這一個是最後一次當兵的生活日常 因為 我退伍啦! 那我上個禮拜有說有人跨年當天退伍 所以他就是要在營區裡面過年嘛 那他過完年之後他又在群組裡面發了一大篇文章 我會提給大家看 大家可以慢慢看 反正就是抱怨一下軍中到底發生了一些 不是很OK的事情 然後他就是把他全部講出來這樣子 這次回應的時候我直接被執行班長抓去聊聊 因為呢我這一次因為跨年嘛 我拍攝跨年煙火的時候沒有接他電話 他就一直瘋狂的零環call 那我真的就沒有辦法接他電話嘛 他們就我也不知道 因為我回報群組我已經告訴他 我已經不會接電話 就我沒有辦法接電話 我要怎麼接電話 反正他就是覺得我就是一定要接到電話 所以他就跟我聊聊 講的內容就是很無聊 就是很長官的話嘛 就是只要我們配合他 他就可能會給我們什麼什麼什麼東西 重點是那個執行班長講一講談一談 然後又說到什麼 我是什麼藝術家性格 我不知道這到底藝術家這個是誰挑起 好像是當時我在刷油漆 然後我在那裡亂刷 然後就有人叫我藝術家 然後結果就很快傳遍整個我們的機械牌 然後整個班長全部都叫我藝術家 就所有人都叫我藝術家是怎樣 這一天呢 是我在當兵裡面算是第一次認真的當打飯班 就是上次是算是代班 現在這一次是真的我當打飯班 打飯班真的是 算有好有壞啦 反正整體我當這兩天而已 因為我就退伍了 這當這兩天打飯班 優點就是你可以吃到飽 然後你可以先吃 然後你可以夾得比任何人好多 你可以真的是吃到飽 還有幾個優點啦 就是你可以慢慢吃 真的是慢慢吃 吃一整個小時都不會有人理你 因為你是打飯班 啊你打飯班吃一整個小時 然後你又要去洗餐盤碗塊那些 用很久 你就可以有比較晚的集合時間 那中午還有補休可以多補 大概半個小時吧 早餐結束之後我被派去一個搬家公差 就是有學長他要被調到另外一個單位去 我就是負責幫他把一些行李這樣扛到另外一個單位去 那其實還蠻輕鬆而且蠻好玩的 就是他有很多很多的不要的東西 像是他覺得是垃圾 但是我在裡面挖寶挖得很開心 像是有好多盒沒有用的口罩 然後他就說不需要他要丟一般垃圾 還有很多很多的棉洗塊啊 還有他的志願意的外套跟褲子 全部完全都沒有用 完全沒有開封過我的運動外套跟運動褲 我就全部都把他拿走 這整個公差結束之後 這學長還請我吃了一盒蛋餅 去熱食部這是我第一次去熱食部 也很神奇我已經快要退伍了 第一次去熱食部 快退伍了很多班長就是直接跟我們開聊 然後就是說一下他們的心聲跟一些問題 反正就是保修聯 也不一定只有保修聯 就可能軍人就是這樣 反正軍人軍隊裡面有很明顯的階級之分 所以你軍階比你高的 你一定要對他必恭必敬這樣子 就你也不能像是跟同伴一樣這樣打屁這樣子 就是要跟他必恭必敬 所以呢他講了任何事情 你就只能說是長官這樣子 好像沒有什麼大問題 但是其實我們私底下就是都在靠北長官 那些軍階比你高的 我們都在靠北他 因為就是做的事情 可能他的指示都很奇葩 或者是他叫你做一些荒謬的事情 做一些浪費時間的事情 就是明明有更好的選擇 但是他選擇一個最保守 然後事情做最多的事情 做最多事情的方案 不是事情 給你做 那你真的就會累死 那你如果真的是很聽話 或是不知便通 你就會真的是累死 然後讓大家你底下人也一起累死 然後你也會變成被討厭那一個 反正就是亂七八糟 如果大家可以公開說 怎麼樣怎麼樣 就是可能跟長官 就因為沒有人敢這樣嘛 就是你沒有辦法跟長官說 我覺得這樣會比較好 或者是跟長官討論的空間 我覺得 這是軍隊你可以改善的地方 就變成長官說什麼 我們全部都把他包下來 但是明明就有更好的方法 更快的方法 更省事的方法 但是全部都忽略 我們用那個最爛 最智障的方法去做最智障的事情 周五打飯的時候 我覺得餐廳的菜量 不知道到底是發生什麼事 就 因為之前是一百多個人 整個連一百多個人 很多人 菜量也是長那樣 那現在只有二三十個人 那結果菜量還是長那樣 就是 現在是菜太多 真的是廚魚 每天都是二十公斤吧 十幾二十 快要二十公斤 這樣子亂丟廚魚 就概念 真的是受不了 我這樣打飯 我也是很努力的 給大家吃東西 就是 你要多一點嗎 那我給你兩三湯匙的那個東西 什麼蛋啊 還是什麼 麵啊 什麼就平常大家在搶了 我們都不用搶 就直接給他 他想要多一點 我就給他一直瘋狂給他 給到大家都不要不要了 晚上打飯幫我吃了三份主菜 就真的是吃到飽 然後又給大家超多東西 就能給大家多就給大家多 但是 廚魚還是剩超多 我真的是 看到就覺得 好像有點浪費 已經到有點浪費的程度了 就是不是那種 剩一點點 好像就廚魚倒一倒這樣子 不是這樣子 那個 十二公斤的菜耶 十二公斤的菜 你知道到底是多少菜嗎 而且是一個連就十二公斤 那我們那裡有 四個連在那裡餐廳吃飯 十二公斤的菜一個連耶 然後還有六公斤的飯 那飯鍋是這樣子 一整個 然後 看起來好像 就是只有挖上面而已這樣子 沒有什麼人在吃 就人數沒有那麼多啊 然後菜這麼多 真的是還蠻 還蠻可惜的 就浪費這麼多錢 那我們打飯幫在洗鍋子的時候 感覺又被欺負了 就我們整個保修臉就一直瘋狂被欺負 不管是 就是在這個營區裡 不管在做什麼事情 好像 大家都在針對保修臉的概念 反正就是 不知道是交接沒有交接好 還是怎麼樣 因為上一個月 打飯班只要洗一個 那個湯桶 就他們有跟別人連說好 就是他們只洗一個湯桶 啊我們也洗一個湯桶 但這個月 不知道到底是怎麼交接 還是長官怎麼談的 因為他是說 連長去跟其他連長談出來的東西 反正我們就莫名其妙要變成兩個湯桶 兩個湯桶真的是炸多 就是真的很累 然後我們整整洗了一個多小時才回去休息 那你多洗了一個小時 但是你補修時間只有30分鐘 真的是非常不划算 晚上的時候有一個班長 他就找我去聊聊 然後他給我一張 什麼事情經過報告書 反正就是叫我寫一下那個 我為什麼假日沒有接電話 不知道 反正他就叫我寫嘛 那我也只好寫 反正就幾百個字而已啊 很輕鬆 就是體驗一下 當兵 寫一下那個單單這樣子 早上打飯班要集著集合 我們通常都是提早半個小時起床嘛 因為要提早去餐廳準備 那 因為早上黑黑的 就大家都還是睡覺 黑黑的你也不會去開燈還是幹嘛 那我們就趕著從上鋪下來 下來的時候 我不知道下面有班長在睡覺 所以我就直接 直接腳伸下去 然後用力一踩 軟軟的 直接踩爆那個班長的腳 那還好他沒有什麼大叫還是幹什麼 這一天應該是當兵裡面最累的一天 腳最痠的一天 因為幾乎沒有坐下來時間 整天都一直站著 除了中午睡覺 然後吃飯坐下來 根本沒有坐下來 因為我打完飯 打完早上的飯 我就去站哨 那站哨沒有很累啊 就是輕輕鬆鬆走來走去 跟兩個人聊天兩個小時 站完哨 馬上就又去打飯了 所以就幾乎沒有休息時間 那重點是我站完哨 原本應該會有一個20到30分鐘的休息時間 讓你 放輕鬆一下 讓你腳休息一下 但是這個時間也被剝奪了 因為有一個什麼 政戰主任還是什麼的 有一個高官要來 有呂布那邊的 有梅花的人要來 就剝奪我的休息時間 因為 他好像就是 可能 他不想要讓那個 長官看到我們在休息啊 還是幹嘛 好像要讓他感覺 哇塞我們都好認真喔 大家都很認真在做事情這樣子 結果整個早上過去了 這個 早官完全沒有出現 我們就 這樣子 被呼嚨了一整個早上 然後也都沒有休息時間 然後在那裡很認真 結果都沒有人來 下午呢 我就亂入一個牌組 然後跟那個很棒的班長一起去 撿垃圾 就是名義上是撿垃圾 但實際上我們也真的是在撿垃圾 然後繼續散步聊天這樣子 就是非常輕鬆的撿垃圾 但真的有在撿垃圾這樣子 晚上我還是打飯班 但是有另外一個帶隊的班長 就我們拍了 他可能沒有收到這個資訊 我是打飯班 所以我原本吃得很開心 還在那裡加菜 還在吃柳丁 結果我們的水果 都其實都還滿優質的 而且份量超多 我就在那裡一直狂吃柳丁 在那裡吸汁 炸柳丁汁的概念啊 一直狂吃 加了10個 20個 30個 這樣子一直狂加 因為一整桶很大嘛 那你不吃就是全部丟掉 也很浪費 所以我就在那裡狂吸 然後班長就來拍拍我肩膀 欸 45分 蛤 什麼45分 他以為我要去集合啊 因為他要帶走人 他說 對 時間注意 因為45分要帶走 然後他一直拍我肩膀 他原本應該40幾分就來拍我肩膀 然後跟他說我是打飯班 然後他就笑笑我就走掉了 他以為我才跟他開玩笑耶 超好笑 然後 快要45分 大概43分的時候 他又來拍拍我肩膀 他說 欸 快一點喔 然後 什麼 我是打飯班啊 然後他還是不相信我啊 我就說我是打飯班 他還是笑笑 他以為我在跟他說笑這樣子 然後他就是又拍拍我肩膀 45分的時候 他又來說 欸 要快一點耶 要帶走了 什麼 啊我就是打飯班啊 他就不相信我 然後我就是在那裡很好笑 然後我出去洗碗的時候 他去問另外一個班長 然後確認之後 才發現 喔原來是他搞錯了 就他沒有收到這個訊息 他不知道我是打飯班 如果我這樣子默默就跟大家回去 我是不是就可以不用洗十幾個桶子 然後兩個大湯桶 然後一大堆廚餘要到 十幾公斤廚餘要到 然後晚上 還有冰桶要處理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我們打飯班 需要處理冰桶 反正如果默默走掉 我都不用處理這件事情了 那剛剛講到冰桶 我也覺得很奇怪 就是我們不知道為什麼冰桶 跟打飯班到底有什麼關係 就是我們早上要負責打冰 打冰很重喔 那兩大箱的冰桶 全部都要我們負責 為什麼 就沒有辦法分配下去 是長官告訴你說 你需要做這些事情 啊我們的班長 或還是我們上面的幹部 他們也不會溝通 也不會去問問別人 就是大家都還蠻自私的吧 就是大家就把自己事情做好 然後就好 他們也不願意再花更多的力氣 去幫助別人 也不會願意 也不會想要就是 請別人幫忙你做一些事情 就是變成你叫別人幫忙做事 他也不會有更多的薪水 然後就變成要累的是他 變成大家都習慣把東西扛下來 自己搞 變成就搞到自己啊 變成你上 就可能你幹部 然後叫下面的人做事 變成下面的人超級超級累 然後別人 其他人 其他 牌組在那裡很爽 在那裡休息 在那裡滑手機 在那裡 反正就是他們在休息 我們還在超級累 然後 在那裡忙 還要搬冰桶 像這種搬冰桶 我就不知道為什麼 不能請別人幫忙一下 變成我們打飯班已經超累 已經超晚回來 然後都沒有休息時間了 然後我們還要在那裡晚上 去處理冰桶 早上要打冰 晚上要把那個冰倒掉 然後還要把它晾乾 超多事情就 不知道到底在幹什麼 還好 這個是我最後一個晚上在這個營區啦 還滿爽的 我直接洗了20分鐘的澡 20分鐘的熱水澡在營區裡面 真的是超 超超級享受 真的是爽煞 20分鐘的洗到爽 那為什麼我可以洗20分鐘那麼爽呢 因為我們臉上的浴室又壞掉了 我們臉上的浴室真的是 真的是炸爛 他就是浪費納稅人的錢在那裡改一個破爛的東西 就有一個大問題 然後他拿 一個膠帶然後把它貼起來 那這個問題還是沒有解決啊 就是拿錢去丟到一個沒有辦法解決的問題上面 不知道在幹什麼 就我們從整個浴室沒有辦法使用 然後從換了抽水馬達 然後讓浴室非常非常不穩定 一下有冷水一下沒有冷水 然後一下有熱水一下沒有熱水狀態 然後慢慢變穩定啊 因為大家抓住他的節奏 然後抓住他如何使用這個浴室 之後開始穩定之後 整個馬達又壞掉啊 所以又變成沒有冷水就很智障啊 就修好了一個東西 然後又沒有把它修到完全的好 就是一個堪用的狀態 然後又馬上又壞掉 真的是不知道在幹什麼 最後一個晚上在軍營裡面睡覺睡得超差的 為什麼咧? 因為我們晚上睡覺就是全部都關燈很黑 然後蚊帳都掛好 開始要睡覺的時候發現 蚊帳裡有蚊子啊 蚊帳裡有蚊子是怎麼回事 就不知道是我在掛蚊帳的時候他進來 還是我掛蚊帳躺好他才飛進來 不知道到底是發生什麼事 反正蚊帳裡有蚊子啊 就很麻煩 啊我已經都躺好了 然後黑黑的根本也看不到蚊子 根本也打不到他 就很很很搞笑 很搞笑 就那蚊子真的很煩 終於這一天我不是打飯班了 超爽 那你當了幾次打飯班之後 你才會知道 欸為什麼 其 就前幾個月 為什麼其他的打飯班 都在亂來 都不知道在幹什麼 可能一下沒有廚餘桶 一下沒有餐具 就菜都端上來了 然後沒有餐具可以幫你打菜 或者是什麼 一些奇怪的問題 當然你才知道 真的不知道他們到底在幹什麼 那你看像什麼洗碗精 就都在那裡啊 沒有洗碗精 然後可能沒有餐 沒有餐具啊 餐具永遠都在那裡啊 沒有廚餘桶 廚餘桶永遠都在那裡啊 不知道他們到底是怎麼搞的 然後 有的時候沒有廚餘桶 因為那個時候還沒有當打飯班 不知道廚餘桶在那裡 反正就問那個打飯班說 欸沒有廚餘桶 你們幫我拿一下嗎 然後他就是 也不知道廚餘桶在那裡 他就跑去問另外一個班長 然後就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就不見了 然後他就說好我會幫你處理一下 然後他就坐下來繼續吃飯 他不知道廚餘桶在哪裡 啊廚餘桶永遠都在那裡啊 不知道他們到底是在幹什麼 最後一天這一個早上呢 做了一個很好笑的基本訓練 跟一個不知道在幹什麼的 因為 我們有分三個牌組 那我們機械牌在正中間 啊我是機械牌 啊我們只剩最後一個人 我就 只有我一個人 站在整個 就是部隊裡面 中間 正中間 然後只有我一個人 然後其他兩個牌組在旁邊 還有可能 五到十個人吧 啊就只有我一個人 站在正中間 真的超好笑 然後我們在那裡李正掃席 也不知道在幹什麼 我已經最後一天了 還在練這個 也不知道 到底為什麼要練這個東西 然後 後來還有一個更好笑 就是我們要 踏步唱歌 就完全出乎意料 莫名其妙忽然要一個踏步 然後在那裡唱歌 不知道是什麼高官還是要幹嘛的 下達的命令 因為我也不知道啊 忽然要叫你踏步唱歌 然後在那裡 我有一支槍 然後一支槍 然後在那裡唱歌 然後重點是我們 訓練翼只會寫兩句 後面都不會唱啊 因為我們都沒有背這個東西 然後訓練翼 不會唱 然後志願翼在那裡很小聲 然後變成我們那個執行班長 又不開心 他就叫大家踏步 然後再預備唱 然後就是因為太小聲了 就是一直叫我們唱一直唱 然後後來發現 好像大家都不會唱 連志願翼都不會唱 因為他們好像就是越唱越小聲 就是前面可能還記得 然後都越來越小聲 然後都不會唱這樣 就很好笑 然後後來應該就是太尷尬了吧 還是不知道在幹什麼 所以就整個結束這個荒謬的行程 這整個早上都在整理寝室內務 就是因為昨天那個沒來的神奇的高官 今天終於要來了 然後我們就是把那個60分的內務啊 60分的內務 把它用到可能80分90分吧 就把那個該有的腳腳把它折出來這樣子 就還滿輕鬆的 就是邊折 然後可能邊滑一下手機這樣子 就因為最後一天了嘛 拿我怎麼樣 中午原本不是打飯班的 但是忽然班長就說 去幫忙一下 就是用一下就是那個洗餐桶啊 跟什麼的 就讓我們一起補修 就變成我們打飯班 好像變五個還六個人吧 就效率變得很高 我們真的20分鐘就搞定 那些十幾個餐桶的所有東西嘛 全部20分鐘搞定 我們全部一起回去休息 休息到下午兩點 真是超爽 那我覺得這個班長很好 就是他願意叫你做事 然後給你一些多出來的福利 我覺得這樣很好 就下面的人才願意去做事嘛 那你如果一直做事很認真 因為每一個班長處理的做事態度 跟處理方式不一樣 那有班長就很智障 就是一直叫你做事 一直叫你做事 然後還一直剝奪你下課時間 休息時間 然後還一直叫你做事 這樣就是沒有人會想要理他 然後他一直叫你做事 做多時間到了也是下課 做少時間到了也是下課 就沒有人就會 就沒有人願意跟那個班長 就是聽他的 或者是就大家都在耍廢之類 那如果你給下面的人 就是你多做一些事 然後多一些福利 這樣子是一個 我覺得還蠻有效率的方式啦 就是大家都願意快速把事情做好 然後大家也輕鬆 然後事情也有做好 這樣不是很好嗎 那星期四下午就起來看個電視啊 聊一下天 然後我們就開始繳裝備 把那個床啊所有枕頭 棉被全部都繳回去 那我們就開心的去聽一下連長說幾句話 就連音宣導 然後就拿結訊令就可以開心回家了 沒有 我們有幾個人還留下來繼續 為什麼咧 因為晚上有一個很神奇的活動 不知道是在幹什麼 就是有表演啊 然後有抽獎 然後還可以火鍋吃到飽 真的是火鍋吃到飽 不知道是在幹什麼 然後反正我們就幾個人留下來 吃飯啊 就真的是火鍋吃到飽 肉片就這樣隨你夾 然後整鍋 然後還有Costco雞腿 超多 你可以一直狂吃吃到飽 還有飲料喝到飽 然後我直接A走了十幾罐的飲料拿回家 超爽 二點幾公升吧 一瓶250 那十罐就是 二點五公升的飲料 就這樣被我扛回家 抽獎的部分就真的太誇張了 就根本就是在黑箱 就是小獎才抽到 因為主持人可能是 其他連那邊的人吧 就不是我們連上來的人 變成他抽到我們連 保修連 然後他就會偷偷的把它放回去 然後再抽下一張 就是他可以挑人啊 就抽到不想要 他可以再放回去 然後再拿一張新的出來 真的是太明顯 大家都看到 受不了 不知道他在幹什麼 反正就黑箱嘛 因為這是政府單位 那晚上我就開心離開嘛 但是留下來那些 超級可憐的打飯班 你就想一下 我們吃到飽 然後我們那個鍋子是 全部這樣子 全部攤開 一大堆鍋子 一大堆火鍋 還多火鍋要用 然後桌子亂七八糟 一大堆垃圾 哇塞 我超級難想像 這個晚上打飯班 到底要處理到幾點 真的是超多東西 超可憐的 反正就這樣啊 三個月的夏令營 掃地夏令營 就這樣結束了 好